印象很深刻 那是不是 我們會去勇於認錯 還是你 一直死掉著 這個 命直放不下 還是怎麼樣 就是不會去認錯 就是勇於認錯 這種 在似乎 這個身上 所學到 要來警惕自己 對 那 我還曾經 有機會跟著師父 去 那時候師父 住在山上 那時候要調養一下身體 住在山上 所以師父 清晨跟傍晚的時候 就去緩善 那我們南眾法師就輪流 就是跟著師父 一起去緩善 一起緩善 然後有一次 我跟著師父去緩善 師父 就 突然間問我 問我說 我說 國企啊 這個 你知不知道 當初生團是不要你的 沒有 我想師父講 因為當初跟國企法師面談 師父就講那一段 講那段 給我聽 就是 因為第一個 因為 我比較沒有跟我的 那時候的法師 有多的接觸 所以法師對我不瞭解 不認識我 不認識我 第二個 我年紀是 當時來講是超過 有點大 所以那時候是沒有同意 本來是沒有 要讓我出家 就來做進出移工 所以就是 就師父慈悲 就是 收留我 師父講這個時候 跟師父真的是有那種 那一點怨 那一點怨 那所以我一直也滿珍惜這個怨 就像師父講這樣 要好好把握 要把握 要把握 那還有一次呢 那時候 像師父早期他回來的時候 或是他應該是說他要住國的時候 都會到 再去巡視一下 譬如說去 文化館 去這個 那時候在中南海的基金會 文化是在那個大葉路上 師父都會再去一下 去去 想像說就是 有那個姻緣 開車 那麼 再師父到這幾個地方去 那師父有在車上就問我 我們 大家有參加過那個 T度典禮有管理過的嗎 有 那我們T度典禮的時候 其中有一段 就叫慈青出家 慈青出家 慈青出家 那慈青出家就是 等於說最後一次跟你的父母禮拜 因為出家以後就不再禮拜父母了 那師父就突然間問我 就說 國際亞 你慈青出家的時候你在拜誰 因為我的父母的位置是空的 是沒有人 是空的 師父問我說 國際亞你自己隨便在拜死你 我就跟師父講說 我還是在拜我的父母啊 有觀想我的父母 就坐在那邊 其實 就讓我感覺到就是 師父他還蠻關心我的 那師父是你這麼多 那他還是可以 就是那樣子一個 事實的這樣子一個 就是 感覺到非常非常溫暖 師父還有一次跟我講說 他跟我講說 國際亞你 有沒有人欺負你 他為什麼會這樣講我 是因為可能大家都是 就是這個一般 一般的居士們都會講說 好像來法古山出家的法式 都是什麼 都是所謂的這個 比較高學歷的人 一般的印象是這樣 因為我沒有念大學 我就是高職畢業 所以師父就問我說 他說我才剛落花沒多久 師父就跟我說 國際亞有沒有人欺負你 我就跟師父講沒有啊 大家都對我很好 師兄弟都對我很好 再來就是師父當然講到說 我這個前陣子 應該是前年 2008年 那我自己失去正念 摔了一跤 然後就骨折 骨折 然後後來 動完手術 然後回到山上去修養的時候 我也沒想到說 因為那時候師父身體已經不是很好 師父還 特地來關懷我 到療房來關懷我 師父就 他也把我們的那個 當時的我們 南中的複途間 國興港式也一起找來 師父見到我的第一句話 就跟我講 你們猜師父講的是什麼 師父跟我講的第一句話就是 小業障 小業障 就是我完全沒想到說 師父回來 回來看 沒有想到 而且師父又把 我們南中複途間 國興法師找來 就跟我們國興法師說 國興啊 這個 這個國氣是不是因為工作太多了 你 看這樣調整一下 看能不能調整一下 不過到現在還沒調整 我想 師父我們這樣提到 就是說 為什麼我有這麼多的這個知識 其實 我個人而言的話 這些我現在接的這些知識 都不太適合我 真的 都不太適合我 包含之前做工程部分 也不太適合我 我也不懂工程 那 以我的 性格也好 或是個性也好 我 基本上是 不太跟人家互動 因為跟我的這個 成長的背景有關係 真的對 我就一個人 獨來獨啊 滿長一段時間的 所以我 幾乎不太跟人家互動 然後要我去做這個關懷的工程 要跟人家互動 是 我不曉得或許是 是不是這個 生團這個 這個 就是要做這樣的安排 讓你去做一些 做一些改變 做一些 一些所謂的 我們講放下 有些执著 要放下 要放下 或許是這樣的 我那時候也沒想說 這個 第一個是 當時是因為風和尚 成為第二任方丈 所以他原心的指示 要人接 去找我接 然後說我是跟風和尚講說 這個我不行 但是風和尚講說 目前 就是 暫時就先接 後來就被遊說 那就暫時喔 暫時接 趕快找四個人來接 結果 一切接到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卸任 我們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大概就是三年一任 我已經超過三年了 因為正好跟風和尚 他的任期是一樣 三年 所以我應該是去年 去年就滿三年 但是也沒調整 反而都給我更多的指示 我的一個 對於這些指示 當然就是 第一個就是 像師父講 就是 暫時還沒有 四個人 來做